路透报道 中国8月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比下降14.7% 前8月累计零售因高基数出现减速 目前合资车企和豪华车企的渠道库存已经处于极低水平 车市促销力度明显回收 处于供给决定需求的特殊时期 预计9月的基数压力进一步突出 总体产销仍不容乐观 成联会公众号发布新闻稿称 8月零售环比下降3.3% 与历年月度环比正增长在6%至10的区间相比 是异常低迷的 除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7月偏高的特殊因素 本世纪中国车市历史上 没有出现过8月的环比下降 数据显示 8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45.3万辆 同比下降14.7% 而且相较2019年8月下降7% 增速偏弱 8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 达到24.9万辆 同比增长167.5% 环比增12.0% 1至8月新能源车零售 147.9万辆 同比增长202.1% 由于7月中旬开始的马来西亚疫情 已经延续近两个月 因此疫情确诊人数 已经跨越峰值逐步回落 未来的芯片供给 会在9月中下旬逐步改善 车市产销会迎来一定改善 生产方面 近期芯片短缺影响生产节奏 但自主品牌赚统车企和新能源车企强化供应链优势 有效化解芯片短缺压力 不过 行业利润水平不均衡 差异较大 汽车产业链成本解析 深化改革乃至重构或将成为关键一题 8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多元化发力 厂商批发销量突破万辆的企业有 比亚迪60858辆 特斯拉TSLAO 中国44264辆 上汽通用50 43783辆 上汽乘用车 16998辆 广汽爱安 11613辆 1至8月新能源车零售 147.9万辆 同比增长202.1% 与转统燃油车走势 形成强烈差异化的特征 实现对燃油车市场的替代效应 并拉动车是向新能源化转型的步伐 8月新能源车国内零售渗透率 17.1% 1至8月渗透率11.6% 将2020年5.8%的渗透率提升明显 此外 8月新能源车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 特斯拉中国出口31379辆 上汽乘用车的新能源出口4074辆 比亚迪781辆 2021年比利时成为中国最大汽车出口地